欢迎来到今天的古董长笛读书会 我是今天主持人潘宗贤 那一样我从我的右手边开始一个一个介绍 第一位是蔡嘉芬教授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古董长笛的收藏家 徐炯桑先生 大家好 第三位是由瑞玲教授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探讨什么主题呢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长笛的材质 那大家应该可以在桌上看到今天很多的乐器 那不同以前的状况 我们之前可能有不同的乐器 不同材质的乐器 那今天是比较单纯focus 就是只有在木头的乐器上面 那比较早期的乐器 其实他们那个时候的木头发展会比我们现在用的还多 因为我们现在几乎都是金属乐器居多 木头乐器真的是少数 所以我们今天将从比较有趣的木头乐器来开始探讨起 可我们请许大哥先讲一下大概这个 我们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乐器 那我们就要大概我们历史上音乐的记载来大概会从文艺复兴时代 更早叫做黑暗时期 黑暗时期 对吧 中世纪 中世纪 我们大概在文艺复兴时代 其实乐器就已经开始发展了 可是那个年代老实讲 在我念到的一些资料里面 我们文艺复兴时代音乐其实是落后美术的 大家有没有印象 因为在文艺复兴时代很多的画家已经非常有名 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看到音乐 尤其餐历音乐好像都还没开始萌芽 还是说也不是说落后 因为音乐的发展就是各种艺术发展 音乐通常都是最后才会冒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跟美术的音乐的历史比起来 对对对 他们的所谓的就是从文艺复兴 巴洛克古典时期的切点跟我们的切点不太一样 音乐都是稍微比较后面 因为这方面还是牵涉到很现实的玩音乐 除了画画以后画画会比较相对简单 音乐的话我们除了材料还有钱 你要有那个工艺去支持它 要有一个器材 对对对 而且你要那个工匠去做它 那个需要钱的累积 需要多一点技术层面的问题 而且它也有点像展现一个时代的美感 所以这个声音的美感 我觉得是因为它可能看了什么东西 跟那个环境要有关联之后 它的声音的追求跟美感 那个品味才会培养出来 就说这个艺术 培养的比较后端 它的艺术要有点堆叠起来 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的艺术 那时候的音乐好像主要其实是在宗教祭祀方面 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不是特别在发展在 在人文艺术方面的东西 那时候的因为另一方面是在 我们讲说比较在田野间 除了说在宗教祭祀里面 比如说像游唱诗人 那也没印象这个词 游唱诗人 游唱诗人 对因为有诗人 那个年代的乐器老实讲 我们今天就是没有把它拿错 因为第一个 它的那个年代的环境 他们用乐器很多都是用 当代的我们讲水果树的 就是当代就地取材 因为那个材料 那一方面它的材料的材质没有像八个年代那么好 所以它的保存会比较是个问题 那第二是因为它的善君的年代 是比较地区性的 我们比较不好去收藏这个东西 那大部分这个很多 你像老师特别提到 有时候一些小的东西 很多时候能够保留 都是在博物馆里面 民间的流产就比较少 那一方面 那个年代的乐器会像比较 类似中国的 我们运向 文匿复兴里它就是一根直直的管子 开六个洞 然后有长短物一 跟直底比较像 那所以这个那个年代相对讲 长底的发展是比较落后于直底 所以那个年代流比较多的 我们看到到都是直底 那直底不好意思 今天就不在我们讨论之外 OK 那我们往前跳一步 是到八月份年代了 那八月份年代 比较特殊的是说 在音乐的需求上 我们把从文匿复兴跳到八月以后 大家因为有了殿堂 有了国王 我们需要更精致的乐器 那声音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首先 这个年代除了很重要的 就是说把它改成 从直管开成追管以后 我们的材质开始要求了 嗯哼 那个年代我们用的最多的 叫boxwood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把 OK 它就是box就是箱子那个 BOX那个box 这是一种换称 然后那个年代的话 他们用这个木材做是因为 第一个 它的取材比较容易 我们听得到 我们加工的需求多了 就会用得到的木头 对对对需求多了 它比较容易加工 加工的技术也比较成熟了 所以比较能够来做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把 是比较特别 它是颜色的 嗯 那我们有时候看到 它是一点 比较深色的 深色的 对 深色跟这个的差别在于说 那个年代比较没有用油漆的观念 他们用的是染色 哦 所以材料是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染色 跟我们现在用油漆是不一样 当时的染色就是说 一样这个颜色 然后它用了淡的硝酸 就是天然的酸 然后它把它浸下去以后 嗯 拿起来 就变成颜色 表面上会有点像烧焦那种 那样的模仿 氧化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变成那颜色 这是比较特别 这个在后面的乐器就比较 这一支是完全没有浸泡的意思 没有这就是颜色 只是说比较深 对 因为我们必须说这把 200岁了 原来的话跟蔡老师的皮肤一样白 哈哈哈哈 我这是里面最难的 对对对 是比较白 没有没有 而是说 经经过它200年使用的痕迹 然后慢慢会 比较氧化深一点 这个是自然呈现出而已 自然呈现 因为 你现在 我觉得它还是很光滑 200年 那是摸久 摸久摸久的 对对对 因为它自然木头 其实有自然一些油脂在里面 我们其实在做木头乐器的时候 其实大家留意 尽量挑比较有油脂的乐器 包括地方它本身比较不会裂 第二个油脂形成 它音色才会比较结实油润一点 那这个就是包括这个象牙环 也都是它原始的配件 是的 是的 这象牙环跟我们现在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当代要做的话 现在的象牙 第一个是无法取得的 第二个很多是去 我们讲化石 红马像 好不好 地上挖出来的 象牙化石做的 这样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事实上 化石它的变化是固定的 可是我们木头其实是火会收缩 你如果用 用那个东西来做的话 到现在这个年代 只要经过几十年 大概收缩率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变了 不是松掉 要不然就是会裂掉 可是这把能保存这么好 是因为当时是用了火的象牙 所以等于是木头跟象牙 都必须在当时水是活着的状态 所谓火不是说真的活 这不是化石 它不是化石 而且已经死掉的东西 不是不是 一起在演讲 一起在慢慢的 我一样的收缩 它是活的 所以它能够 这样合得这么好 这是有历史 所以它说Bugswood 这东西也有可能 就是它的品种其实并不是同一种 很多种是不是 我之前有看过那个翻译叫黄羊木 但是我懂它是不是 黄羊木所以长得是黄 是这样的概念吗? 其实我跟你分享一个 另外一番是叫白羊木 白羊木 所以有时候 我们需要森林系的教授 求资源 其实这个就是有时候在那个年代 我们其实是一个半身 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 古董圈子里面大家就要习惯了 大家都会习惯 知道是这个东西 可是在我们的考究里面 事实上它比较好的 在那个当代 因为比较一开始有一些 经济跟贸易的一个往来 他们挑的其实有挑过 是阿拉伯地方的黄羊木 那是跟 譬如说是跟印度有 它的密度或它的硬度有关系 其实最简单 第一个是印度跟他们使用后的一个反馈 因为你有大量使用的经历 你就知道 我用什么木桃是比较好的 对挑好的 比较适合这个乐器 挑好的 然后我们要特别提醒说 透过这样子的乐器的生成 其实当代的音乐家 我相信大家都是听了这个乐器 然后你用灵感去作曲 所以在我们演奏 包括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机会要去听听到 真正这样的乐器发出声音 这样子我们在理解 当代音乐会有更好的想象 跟理解 你说 那时候音乐是怎么样 在我们用现在的比较的时候 你可以有更好的形象 或者说 我们在吹音乐的方向 你说 为什么这里作曲要这么写 我们被母帝做不到的时候 是什么地方不一样 那透过我们更多的去吸收 这些知识 对大家在音乐学校是非常有帮助 嗯 可能是有点像要复古 嗯 就是说你现在在吹 你拿现代乐器 但是你要去复古 这样子的音色 这样子 再讲我们现在比较流行 叫考古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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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复古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对 那个年代 包括大部分就是这种笛子 然后我们经过时代的发展 大家知道 包括以后再也就是 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到了古典 古典时期了 这时候的音乐的风格也有改变了 我们从单纯的单音音乐 所以我们看到 这大概是以低大调为主的 所以当代音乐就是 以长点来讲 就是低或G调的为主 然后慢慢到了浪漫时期 开始加了半音出来了 半音出来以后 因为我们要加更多一件 这个木头相对讲比较软一点 然后到了浪漫时期 因为我们的欧洲地方 跟世界各种贸易又更茂盛了 然后每个帝国 每个帝国起来了 他们慢慢包括英国的 包括法国 德国的发展 他们慢慢的有更多的需求 所以在木头的选择上 也更多了 包括当代非洲的开发 非洲 这木头是非洲来的啊 所以它更硬 硬度更高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的时候 所谓的非洲音乐吗 这是一种范称 范称 还是一个范称 对对 我们在这个木头的 目前当下的一个称法很多 如果真的翻成中文的话 大家会一定搞不清楚 我会希望就是用原文来呈现它 这有时候他们叫 通称有的叫 africa breakwood 就是非洲的黑木 有的叫 Eboni Eboni 有的叫 Gradina 这是大家听过的 还有一种叫Rosewood Rose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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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说玫瑰树的木 它其实是形容说 那个木材有点像玫瑰的花纹 或者玫瑰的一点暗红色 这个就比较像 像这一把 这一把大家看到 它就比较偏偏 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所以这个在当代 有种就是以Rosewood 来支撑 来称为它 对 然后我们刚回到这个 浪漫时期的一个主题 浪漫时期 对,浪漫时期 浪漫时期后 我们因为木材比较硬 所以它的加劲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在浪漫时期 慢慢的有的音阶 跟调性观念 我们需要注意半音 所以相较于 One Key的笔子来讲 它加了很多的箭 为了扮音的呈现 OK 那也为了说 因为一些声音 它觉得高音 它要更有特色的个人化 所以它木丑 选的比较硬一点 然后它要的低音 就透过家常 我们比八二个年代 延伸到了 七维了 透过木材比较硬 它能够去做这样的改变 你砖孔它才不会裂掉 也不会歪掉 不会脱落 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木材很稳定 OK 然后这个以后 也更进一步的 就是说促成了我们到了 以后来的贝母时代的 木底的开始 那贝母那时候用木材 就比较特殊了 因为事实上贝母的年代 已经到了工业革命以后的年代 那时候其实金属运用比较多了 只是说我们音乐人 有时候会有一个习惯 我喜欢木头声音 所以在当代来讲 木头声音还是一个主流 所以他们慢慢慢慢的 就会开始用在贝母底的发展 还是用木头来做我们乐器 初期的时候 对对对 为了衔接木头的颜色 那一方面在当代来讲 还算蛮幸运的当代的木材 因为稀有各方面 木材取得还不会太难 那相对当时的金属 还是属于比较稀有 贵跟稀有加工也不容易 因为工业的进步还没到那个程度 我们乐器的制造其实跟着 第一个是财富的移动 第一个科技的进步 就影响到这个乐器产业的进步 相对的这后面背后 就是我们的经济 然后国家艺术的发展 它的层面 社会层面去支撑这个东西 那我们往下看 这个在初期贝母年代 就是说贝母刚发明贝母底的时候 事实上在德国 他们自己是不太用他的贝母的乐器 我们自己有提醒 那年代比较流行的是 多剑式的长笛 它相对于这个八剑的东西来讲 我们在八剑的年代 它比较能够用的是 单纯的一个声加范音 可是在贝母后贝母年代 我们开始有加小变成出现 它需要更多的范音跟占音 所以单纯的一个加范 我们对于不同调性的 占音的变化 比较难去克服 所以它用加范的方式 加范的方式 可以克服不同的 相加半音的一个占音 透过加范来去完成它 然后他们 当然对地音的追求 也更低 又多再倒闭了 倒闭了 倒闭了 感谢观看